好幾次跟學校提出我們的訴求 卻什麼回應都沒有 身體上的傷總有一天會好 那心理上的傷呢 跟我們好朋友的二次傷害 是可以被容忍的嗎 民歌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樂榮 今天訪問是一部新的台灣電影叫做《時下暴力》 大家好 我是馬尹中 我是《時下暴力》的堅持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管慶 我這次是主題曲的演唱人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曾韵芳 我是這次的配音樂跟演員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靖 我是《時下暴力》的演員製片兼行銷 四位好 柔哥好 除了管慶以外都是第一次來做客嘛 對不對 對 不過當然馬天宗製片人是 我們是酒養的啦 對不對 常常的節目 是業界的那個大佬 謝謝 也是這部片的算是投資方之一 是 為什麼會想投資一群年輕的朋友 好像叫做1987公司 我認識1987這種年輕人的時候 大概是2010年2011年 他們的時候正在台大念書 然後有一個project叫做project10 就是他們想要拍10部短片 然後來表現他們大學的生活 做一個記憶 那這個短片上了Street Voice 上了各式各樣的網路上之後 就很受歡迎 然後我有一個同事介紹我看 就 我也很喜歡 所以就認識了這群年輕人 所以一直跟他們合作 合作到現在 但是這群台大的學生 卻很想要投身影像製作 嗯 可以講一下原因嗎 其實我覺得這是因緣際會 因為算是因為我們一群人 然後我是在戲劇系裡面的 然後我跟導演認識的 就這一部私下暴力的導演 對 他叫做廖哲義 然後廖哲義 他跟我都是戲劇系的 然後因為這個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原本都是在做舞台劇 然後他有機會接觸了影像這方面製作 就像剛才馬哥講說就是project10 然後他自己想要做一部電影試試看 然後就找出他身邊的一些人 大家就一個拉一個一個拉一個 然後做這個project 出錢嗎 出錢出力 一個老鼠會的概念 對啊 了解 所以時下暴力是花了多少錢 嗯 大概700萬 真的還假的 算很便宜的電影 對算比較低成本的台灣電影 所以他說一個拉一個就是這樣 project10當年在 有點像非正式的眾籌嘛 對不對 對 就是沒有透過募資平台 但是卻 也是大家各自共襄勝決 對 應該大部分的人出的錢比較少 出的力比較多 對 其實比較多都是兩位導演 一個叫廖哲義 一個叫陳辛龍 陳辛龍是台大什麼戲 工程科學也還要 所以有兩個導演拍這個片 對 為什麼 嗯 就一個比較擅長戲劇的部分 一個比較擅長 技術的部分 的部分 嗯 好 所以管慶 是知道最後期才加入這一個 嗯 合作的嗎 對 因為像之前跟馬哥 因為搖滾巴比哪有認識 然後 他們就聽到這首demo好像覺得 馬哥就打電話給我說 他覺得這首歌 很適合由我來詮釋 希望我可以加入這樣 所以我是在非常的後期才加入這個團隊 然後也很巧 因為我也是1987 真的還假的 對 你也是1987 對 年生 年生的 你可以考慮 投資他們公司 公司裡的人都是1987年生的 才能加入啊 欸有點太困難了 應該就是加加減減這樣 現在有多少人 拍攝時期的時候大概有六十幾個人 哇 對對對 實際上公司的人啊 目前的話就是我們後期請教大概也是二十多個左右 對 所以這部片到底在講什麼 為大家介紹一下 誰來講 我來好了 就是這部片它其實是發生在一個高中校園 然後它是從一件體罰事件開頭 就高中學校裡面有一個女生 竟然被老師體罰到重傷送醫院 然後這件事情就事情非常大條啦 然後記者都來報啊 家長啊 學校都是震怒啊 然後這個時候呢 這個女學生她叫小愛 然後小愛的好朋友是一個男主角 叫做小花 那小花本身她就是暗戀這個女生 所以她就是為她挺身而出 去跟學校爭取就是我們應該要抗爭 然後應該要有我們自己的權利 然後不該這樣被欺負 但是到一半的時候她卻發現說 這件事情好像是一個 騙局 一個騙局 然後或者是一個陰謀 因為感覺很像這個女學生可能也不單純 老師她的自己的一些朋友可能也不單純 所以她在這樣的情況下 她開始越來越不知道自己要怎麼做判斷 然後導致最後是一個 悲劇 意想不到的一個崩壞式的一個結局 這個故事好像是從國外來的是嗎 對她其實編劇原本取材 她是取材自一個劇場界 一個非常經典的一個文本叫做熔爐 然後她是一個叫Arthur Miller寫的 然後她是德國東尼獎的最佳劇本 然後那個熔爐她本身是在描述一個 中古世紀的女巫獵殺 就是那個時候的人們在 獵殺女巫這件事情 但是那個時候的當下 其實造成很多人們其實用不存在的事實 去指控說她是女巫 她行事巫術 所以變成是 這件事情其實最後跟女巫本身無關 而變成我要迫害誰 跟集體暴力還有群眾的一些盲從有關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編劇跟導演 其實那時候想一想就覺得說 這不是跟我們現在其實很像嗎 所以她就想說那我們可以 別讓聖文不開心 對 好繼續 對所以她就把這個融合 然後去拍出了一個新的古今交織的一個電影 所以雖然是正式取得授權改編 還是只是inspired by inspired 另外創作了一個台版的故事 電影的劇本在分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寫實的部分 一部分是劇場的部分 有一個戲中戲 有一個戲中戲 因為男主角講到一本劇本 那這個劇本就是融入的劇本 所以融入劇本裡面的場景 會用劇場的方式做演出 那現實的故事是另外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說inspired by 那可是當初在寫這個劇本的時候 比較是年輕人對現在這個世界觀的感受 那所以電影裡面大家都在說話 OK 我看到網路上有人評論說 會讓人想到共犯這部 也是今年2014的片子 你們有什麼意見嗎 因為我是還沒看 所以我不知道 因為都是高中生的背景 所以感覺上會跟共犯一起做比較 不過也有七關節寫了一個很簡短的一句話 他說這個比較像台灣校園版的控制 因為劇情是一個有很大的 那個到最後有一個很大的轉折 讓大家覺得說劇情的設計跟角 人物心裡面暗藏的秘密跟說謊這件事情 比較更黑一點就對了 對 我們現場有男女主角嗎 沒有 女主角在這兒對不對 對 她就是那個疑似受害但說不定也有說謊的 是 是 男主角是誰 男主角 女主角叫李少傑 對 她也是劇場工作者 劇場工作者 對 我們這一次的戲很多都是劇場工作者 我看到這部電影的配合王希文先生 有在臉書發表說 哇 竟然有一個電影 他會怎麼看來看去每個人他都認得 對 可是我相信對一般觀眾來講 可能會看來看去發現每個人他都不認得 對 是這樣子嗎 製片來講 如果熟悉劇場的觀眾的話 大概每一個都會認得 因為男女主角 男主角的爸爸媽媽 學校的老師 都是劇場界的 在這幾年很有名的 像謝英軒 然後朱鴻章 演校長的是王老師 王智堯老師 男主角叫做 呂明堯 誰 呂明堯 你好 對 邵杰跟李明堯 台上台下都是 一對 對 OK 管境也算是接觸的表演藝術界 對不對 是 我去看電影的時候 但你熟嗎 非常熟 因為 像謝寅軒就是學校傳奇性的大學姐 真的嗎 洪章是我大學的表演老師 OK 所以其實是覺得很 又覺得演得很震撼 然後同時又覺得真的很熟悉的感覺 看熟人演戲會 真的會自在嗎 還蠻自在的 還是會出戲 因為 可能是因為我就是在劇場界認識他們的 所以我看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大多都在演戲啊 所以 就很假就對了 不是啦我是說常常看他們表演 了解 對 不要害我 那命方演什麼 我是在裡面演就是男女主角的朋友 就一堆學生 對 然後但是我身上發生的事件 算是引爆了 有應該說劇情裡面的謊言 他被揭發 OK 對 或是說他有點被揭露了那麼一點點不尋常 是 所以張靜在戲中演的是什麼 我在戲中是演的是記者 記者 在裡面是 雖然說是可以講 但是他也是一個 他也是某一種程度的暴力 因為他就是記者要一直去追啊 這些真相什麼 但其實你不一定會報導真相出來 你只是想要去挖出一些 很勁爆的東西 台灣電影裡為什麼都沒有記者的正面形象 他們大部分都是插花的 要不然就是比較負面的 下一個拍一個記者的正面形象 隨便吧 隨便要幫記者一定要爭取 他們那個 證明的機會 我只是一個好奇而已 所以這部片 真的拍出來距離當初的想像 有沒有什麼差別 另一方講一下 因為我身分比較特別是 我就是配樂嘛 然後但我同時又是演員 所以 配樂也很特別嗎 嗯 嗯 好啦 應該也是還好啦 但是我又覺得說 應該這兩個東西加在一起啊 就變成我前置跟後置全部都在 是 對 然後也可以很早看到片段 對 對 然後 所以我一開始看的時候是 大家心中會有個美好想像 然後可是 真的影像出來了之後 就 就發現說 怎樣可以更好對不對 對 那事實上是一開始剛拍完 然後看到片段的時候 是有點糟的 嗯 對 憑良心講是有這麼一點 你說還沒有調光 調很多東西都沒有動 嗯 很多東西都沒有動 但是 因為 真的有一些疲漏 因為大家都是第一次做 是 所以很多部分環節沒有處理好 變成拍的東西 它並沒有真的那麼完整 然後 導演那個時候做了一個非常大的決定 重拍 對 真的重拍 真的嗎 嗯 是進行幾天之後決定重拍 已經 開拍半年了 開拍半年了 什麼啊 你們這部戲總共拍多久 就拍了沙青了 拍了兩個月沙青了之後 而且喝了沙青酒 真的還假的 沙青酒都喝完改天 你們全部以為這件事情結束了 六月開拍 七月底沙青 管青不知道 對 你不知道這個內部 對 六月開拍七月沙青 然後 九月又再開拍 十二月 十二月又再拍 對 十一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出版出來 出來之後 大概就低潮了很多天 然後之後導演就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OK 我們再拍 對 所以大概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又拍了一次 所以本來只要三百五次 真的 這應該不只是導演能做的決定吧 是不是要集體共識還是製片 對 就是開了 閉門開了很多次回之後 然後就是大家要驚訝關就下了這個決定 有人哭嗎 有啊 那個時候還有 也吵架了 對 好 我們要把製片 那時候你的態度 你也開了第一版 我 那時候你覺得怎樣 你說這樣怎麼出去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的 一開始跟後來的這個差別 比較是因為想做的事情太多 所以拍的時候的素材呢 也拍了非常多不同的方向 可是在剪完之後呢 會有一點無法剪成一個完整的 可是素材如果夠多 就重剪就好了 可是拍的 有些東西沒有辦法 比如講那個對話 就已經講成是這個方向了 所以它裡面那個含義呢 就變成說有三種 所以它改劇本 劇本也有改 也有微調是不是 這真的很有意思 大條 很有意思的 我覺得有一部分 我聽了還覺得還蠻熱血的 技術上是沒什麼問題 就是拍攝啊 然後燈光啊 這些都很OK 而且演員我覺得是非常OK的 我很難得看到 比如像你剛剛講說 看到手勢的人演戲會不會尷尬 我有很多手勢的朋友來演戲 這部戲是我覺得不管是從 我認識或不認識 或者有的時候人家說 劇場演員的演戲會尷尬 可是我覺得這部戲的 演員的表現是非常棒 嗯 管庭你覺得怎麼樣 其實我也是 蠻訝異的 因為一開始當然 尤其是以電影那麼大的螢幕來說 通常來說劇場演員的表演 會稍微誇張 會稍微誇張 可能又在那麼放大的狀態下去 觀賞的話 那我這次看完是 完全沒有感覺 像我跟我經紀人一起去看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他們是劇場演員 你不會覺得他的演員 尷尬 對就是你不會覺得任何 OK 可是你會覺得他們是素人嗎 嗯 嗯 要是他們是素人 然後卻有這麼精湛的演技 那也是很棒 對 好 感謝你現在唱歌 你怎麼每次都 這麼的臨時呢 對 就是我全然其實都要給你預備拍 你知道 我們還沒有拿到 蔡依遠傳這樣可以唱 每次來都自己唱 所以他可以讓你感覺 有一種立刻就要上個 好 實力 先進上去這首歌好了 這首是 這樣有預備來吧 對是 有小芳 作曲 然後也有蔡依慈的創作的部分 那王欣倫做了什麼事 製作 那這次不是他寫的 對不是他寫的 而且這形式 你應該拍一首叫好 對絕對 而且這次其實是我們兩個 第一次進入錄音室合作 我跟王欣倫 以前沒有 我們以前就是可能練唱啊 就現場live 對或是比方說編曲的話 王欣倫沒有留下錄音 沒有 沒有 對 所以是他第一次擔任我的製作人 那因為我們私交還蠻好的 像我之前在做專輯的時候 常常就會跟他講說 你真的千萬沒 幸好你沒有當我製作人 你只是幫我編曲而已 不然你絕對會 覺得你的人生是一場災難這樣 什麼意思 這句話意思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都是 是不是陳子宏比較 倒楣就對了 不是因為洪哥 我都不能對他怎樣 你說 如果他是製作人 你會叫他比較兇 對不對 對我可能就會非常的直接 為什麼 因為老闆 我們需要給他很安靜 對很大 而且因為老闆他就是 所以你不是歌手嗎 你不是應該聽製作人嗎 可是因為我就常常覺得 歌手做的不只是可以做這些 因為西文的個性喔 比較Wonderful 他的個性有非常多的弱點 管慶被他攻擊 管慶是偏蠍做的 所以就 步步進地 對 你自己就會有挫插一下 了解 其實都是好玩的 我知道 所以咧 所以你適合當你自己的製作人 我覺得沒辦法 我自己當自己製作人 一定會把自己逼到一個 真的嗎 黑暗的死角 OK 所以這首歌在講什麼 這首歌其實最主要我覺得 是在講慾望這件事情 你的歌都在講慾望 所以就是 這首歌比較適合由我來講 你不用把少年當在你講得很誠實的感覺 但這個我覺得比我的東西是在 因為我的東西比較偏向於 情愛方面的黑暗面 那這個我覺得它不只是情愛 它還有人性上面的黑暗面 所以其實我這一次唱這首歌 覺得蠻痛快的 喔 因為有點像是 好像我不是歌手 只是歌手 是不是在唱這首歌 是有點我現在在做一齣 音樂劇 我自己也在演就對了 對 因為在錄這首歌的時候 是我還沒有看過片子以前 所以我就跟導演 哲義先生聊了很久 他就跟我講說 那這個角色的狀態 跟這個角色在這齣劇裡面的狀態是什麼 他希望我可以用女主角 尋找秦艾琳的身份來唱這首歌 所以其實錄完的時候 我當下覺得我好像 也演了一次這個角色 這種感覺 所以這經驗很特別 可是真的你後來看了片 你覺得呢 覺得我搖搖 搖不可及 我覺得它太可怕 我看到嗎 一說它更黑暗就對了 對 不是我想像範圍 可是我問你 如果你今天看了片子再去唱 會是好還是不見得好 嗯 我覺得可能不見得好 因為 如果我看的話 你看我有做球給你吧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就等於是 讓我有了一個空間 用我自己的想像去詮釋這個角色 沒錯 就不是你真的去演戲 對對對 因為歌有時候要單獨聽 能夠沉密 對 好我們先來聽一段 好吧 好一小段 所以這一次也特地出了原聲帶嘛對不對 沒錯 因為還有其他幾首歌 大家可以自己一聽 最後請製片為大家來講一下 為什麼要去看時下暴力好了 為什麼要看一個 耗資才750萬的台灣電影 它帶來什麼樣的新希望 新力量 我覺得第一個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類型 在台灣的電影沒有這樣的類型 什麼類型 看了就知道 霸凌嗎 我覺得是比較赤裸裸的 講說謊這件事情 OK 那然後把這個感受用 說謊 台灣社會 今天都在說謊 對啊 可是大家都用說謊來隱瞞說謊 是 那說謊背後的這個惡意 到底對每一個人的傷害 它會有多大 我們都希望被整個對待 可是我們都一直在說謊 OK 所以我覺得這個電影在 類型上面的選擇 是很特別的 那我覺得第二個很特別的是說 這個電影的藝術層面 就是用劇場跟現實交接的結合 然後畫面音樂 還有演員的演技等等 你不要讓我想到 暗戀桃花園 我沒有看過暗戀桃花園 好繼續 對我沒有看暗戀桃花園的電影版 那我認為演員的演技 跟這個整個電影的質感 有這個奧斯卡提名片的質感的水準 就是說奧斯卡提名片有很多 所謂classicommercial 就是類型劇片 Key Winsley 像沙爾蓋娜的演Revolution Room 那它那種題材 那一部戲很棒 對那種題材 喜劇的張力 敘述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電影是有這樣的質感 你剛才講這部片我很喜歡 你不要讓我對時下暴力的標準 一下子抬到太高了 你期望不要抬高 你去看的時候 欸 你看 你轉聯手是會這樣子 你期望高你去看 你就會覺得說不是這樣的 對啊 像我去看經濟效益 你先不要預設期望 你去看 平靜靜靜去看 你會覺得我講的沒有錯 OK 好 張智英 最後不要來做個總結 好 這個剛剛馬克有講說就是 時下暴力他在建格 那個想法上跟藝術上面的層次 那我這邊可以講說 時下暴力對我們來說 除了在演員啊 在劇場跟特別的地方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他是一個關於大概60個 198年出生 15歲年輕人的一個場市 雖然說這件事情可能 就是現在大家在做什麼東西 其實也不稀奇 可是其實這的確是 一個創作 從來都是大家各自有專長 但是從來沒有做過電影這件事情 那我們讓試著去嘗試看看 這樣子的可能 所以其實裡面從頭到尾 都是這一群素人自己做的 那其實他在電影裡面 其實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出來 這是一個用年輕人的視角 跟角度去拍攝的電影 這些表現 有很多彰化嗎 不會 但是他進去看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他的尖銳 了解 沒有彰化 太好 可是是保護期 為什麼 看了就知道 對看了就知道 所以他 不會很失望嗎 保護期嗎 保護期嗎 不會啊 對 很正常吧 保護期 我覺得他就是 對於人性這一塊 演得很赤裸裸 了解 對 所以我們11月21號 下禮拜五就會上電了 嗯 然後再歡迎大家一起進去 跟我們一起玩笑 對片環有什麼期待 我對片環沒有太大的期待 但是我覺得 你主要是有一個forecast 我做這個電影 比較沒有在想片環 說真的 這個不是講好聽話 我希望這個電影 能夠可以很多人看到 那是真的 因為他這個作品很特別 那這一群人 作為二十五歲的素人 沒有拍過電影 然後派出這樣的成績 那我也希望大家 給他們一些機會 跟鼓勵跟指教 OK 謝謝我們 十下暴力的四位 主創團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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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倫晃 十七歲 高三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秦艾琳 能有這群朋友 是我從小到大 最幸運的事 不過從那天開始之後 我的生活 有了經營的變化 我們是 太多班 我們好幾次跟學校 提出我們的訴求 卻什麼回應都沒有 因為對他們來說 只有功課好的人 才是好學生 那些大人 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老师打了 老师打了 校长 我觉得这件事情 有一些问题 呃 是这样子的啊 我们跟很多学生都做了调查跟访谈 那学生的说法几乎都是口径一致的 我觉得他不太可能会做出这些事 他们要闹就让他们继续闹吧 反正闹久了 王云翰就更不可能回来了 知道你还在吃母气 你应该记得是谁帮你保住学务主任的位置吧 三年校盼情爱丽 现在立刻大教官室 老师 你可以帮我们吗 因为我很相信你 我也很相信你 这根本就是有学生对老师的恶意栽赃 你们居然用不存在的秩序 就己工无辜的人 你觉得我在说话 老师才在骗人 你为什么要一直伤害我 你为什么要一直伤害我 你不要再假装了 你为什么要递冷卖呢 我什么时候都没有 你温将历 你为什么要来 你什么事 我感觉你不是事